这个爆料的内容像炸弹是因为太细节 然后很贴近现实 吴亦凡要面临的恐怕是几十亿以上的赔偿金 这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因为吴亦凡犯的错误 比范冰冰的逃税更严重 因为他涉及的是一个违法事件 很多人会把他就是吴亦凡的状况 跟小侏儒至少 可是这不能比 因为吴亦凡他不只是偶像 他自己也参演了一些戏剧演出 然后同时他也是一些 就所谓的选秀节目上的 类似导师之类 所以他其实在整个演艺圈 是一线的男性 那像这样的男偶像 爆出这样的 他已经不只是桃色纠纷了 因为以目前的整个情况看来 他涉及的恐怕是形式方面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纯粹从他的演艺事业来说 目前看起来 我认为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挽救的预计了 那为什么这样说 虽然目前他跟这个网红 顾美竹之间是有点各说各话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对于这个女网红提出的很多的 很细节的事情 包括吴亦凡一些身体特征 包括吴亦凡在跟他们私会的时候 会去谈到过去他在男团之前的一些互动 说这些他其他男团的这些队友的坏话之类的 就是说这个爆料内容像炸弹是因为太细节 然后很贴近现实 所以为什么社会大众也选择会去相信这个女网红所说的 更何况到目前为止爆料的恐怕不止这个女网红 那目前看起来 吴亦凡的演艺事业是很难挽救 那怎么办呢 第一时间他所有几乎是所有的代言都已经切割了 包括一些国际品牌 或者是整个大陆的自营品牌都跟他切割 不但是切割 吴亦凡要面临的恐怕是几十亿以上的赔偿金 这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这是第一件事情 甚至于他跟杨子拍完了那个古装片 青毡型 未来没有播出的可能了 因为吴亦凡犯的错误 比范彬彬的逃税更严重 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违法事件 那第二个层面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除了演艺事业已经打入谷底之外 你要面临的赔偿金之外 还有就是是不是形式追赴的问题 因为到目前为止 你看到的内容是 他是跟未成年少女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即使是对方可能是在懵懂无知的状态之下 跟他发生了一些 我们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因为这个还要带官方去厘清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的其中一个细节 因为吴亦凡是一个对年轻人 有非常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那一旦你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我认为中国大陆官方是不会去永续 有这样事件发生的 尤其是对这些在事件当中被提及的 未成年的这个少女们也好 这些学生们也好 所以这个事件的严重性超过我们想象 到目前为止 吴亦凡的不论是他的公关团队也好 他的经济公司也好 做出的这个回应跟澄清声明 都只会让吴亦凡跌入谷底的声望 再往下跌而已 他根本没有办法解释 包括这个都美族指控的所有的事情 吴亦凡的团队只会不断的跳针的说 这个都美族是要跟他们恐吓勒索 然后提供的账号是不对的 请问如果你没有任何的罢名 请问如果你没有犯任何的错误 那你又为什么要汇款给都美族呢 那为什么有所谓的恐吓炸裁呢 所以这些东西都已经让社会大众 已经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了 所以恐怕吴亦凡到目前为止 所做的任何诚心 都对他的演艺事业没有任何满足 很多人会把他就是吴亦凡的状况 跟小猪罗志祥 可是这不能比是因为毕竟 罗志祥他是跟他的前女友 就像亲之间一些感情上的一些纷争 那虽然他的前女友 对罗志祥也有多所指控 但毕竟那整个事件的定位 还是在一些感情的处理不当 但是吴亦凡不是 因为我刚刚提到 他涉及的是跟他有纠纷的这些 如果都被找到 然后证实是未成年 那还有就是他整个过程 这些女孩并不是他的女朋友 吴亦凡呢 就我们所认知上 他是借着他的权势 去欺骗这些少女 那他犯下的错误太严重了 那再来还有一件事情 也是大家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就是说 其实所有的公众人物呢 常常有的时候会面对一些指控 那其实让公众人物 比较受伤的部分在哪里 就是已经被标签化了 在这个东美族 这个女网红 她出来指控2000多次文章当中 请问各位你记得什么 你记得恐怕就是牙签吧 或者是就是她说她的队友 这些标签其实吴亦凡都没有办法解释 她还有办法在公共场合露脸吗 她还有办法再去接代言 或者是演出戏剧作品吗 恐怕很难吧 其实公众人物呢 难免都会有一些舒适 但是公众人物常常会面临一种 无法挽救的形象跌入无敌 就是这种标签化 一旦被标签化之后 你要花多大力气才能挽救 所以我看非常非常的困